文AI财经社经文竞,便录明,三季度财报披露不入尾声,各家公司劫至目前的经营业级一目了然,同行之间的业绩对比也被扑上了财业。 空调领域,我是世界老大,他每地算老几,豪爽的董宁如此时也不得不认识这个问题。 三季报显示,每第三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2000亿元,达到2057亿元,隔离能营收虽然上涨34.11%,但是却只有1487亿元。 除此之外,每地的总资产达到2567亿元,比隔离高出近100亿,隔离同期为2475亿元。 另外,隔离三季报显示,董明珠虽重回十大股东之列,但个人持股质押比例已达到94%,2017年结束,美地年营收首次突破2000亿元。 彼时,董明珠表示,他美地根本不是对手,如果我把他视为我的对手,我觉得我很悲哀。 但目前来看,董明珠所代表的隔离,不得不正视迅速发展,得美地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董明珠与小米雷伸的十亿之约也即将揭晓。 值得注意的是,从三季报来看,小米是美地的时代股东之一。 不论是谁赢了这场赌约,从此时美地和隔离的较量上来看,小米的下场不会难看。 2000亿元营收大挂,2000营收是一大挂。 两家空调行业巨头都曾将2100,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 2015年,美地集团副总裁胡自强曾对媒体表示,三年以后美地要实现2000亿元销售,隔离也有过相似的目标。 2016年5月,有人问董明珠关于退休问题。 董明珠说,退休前做到2000亿,三年内不会退。 2017年,美地提前实现了2000亿元的目标。 2018全年刚过了四分之三,美地营收已经超过2000亿元,隔离就在路上。 但三季报中,隔离211亿元的净利润也实在亮眼。 美地虽有2000亿元的营收,但利润不低隔离,为149亿元。 从增长势头来看,隔离涨势较猛,营收增长34.11%,净利润增长36.59%,按隔离此时的发价开始。 尽管董明珠和雷军的十亿赌约的仅剩两个月,但排面仍存在变数。 如此一来,小米若要赶超隔离,2000亿元营收也是一道关强。 美地的忧虑,美地并非高枕无忧。 2018年10月29日,因资产重塑经历,了50天的停牌的美地复牌。 中组的双方美地集团和小天鹅股票在复牌后双双大跌。 美地集团跌停,报收36.27元。 小天鹅A股价下跌,7.87%,报于44.06元美股。 根据公告显示,此次重组方案为,美地集团,你以发行为一股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小天鹅。 经过一系列换购计算之后,美地集团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3.42元。 一股交易价格为换股吸收合并,购买资产的成交金额为143.83元。 交易完成后,小天鹅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美地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将成绩集成接小天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利物。 又报道着,这一举错意味着,未来小天鹅的业绩将直接体现在美德的合并利润表中。 以2018年前三季度财报外力,美地、小天鹅营收总颗达到2231亿。 早在十多年前,在多元化战略下,美地联收三家扩充领域。 根据金融界报道,2004年,美地收购广州华令,加强智冷产业实力,收购重庆通用,进入了大型中央空调领域。 收购融世达,丰富白电产品。 到了2008年,美地花费16.8亿元,将戴帽子小天鹅收于麾下,成为其控股股东,正式进入洗衣机行业。 美地的多元化格局越来越大。 2016年,美地是4月4.73亿美元,收购日本冬至白电,业务80.1%的股权。 2017年1月,美地集团完成对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集团的股份交割工作。 交割完成后,美地持有库卡的股份,约占库卡集团已发行股本的94.55%。 2018年,美地董事长方鸿博出席,2018中国制造论坛。 在会上,方鸿博称,美地正在进入新的转型期。 美地未来将转型成为一家以消费家电、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 智能供应链四大块业务的科技集团,靠科技来驱动,不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公司。 在会上,方鸿博也谈颜美地当时的危机,全球经营能力、品牌力、盈利能力等提升有待加快。 企业整合进程和新产业系统和享乐地区加速。 国内市场深度转型迫在眉睫,组织出现结构性懈怠的情绪和现象等等。 从财报上看,2000亿元以上的营收体配,179亿元的净利润。 体现背后盈利能力,隔离营收与美地相比少了500亿元,但利润却达到211亿元。 除此之外,从财报上看,美地一年内高期的非流动负债达到70亿元,去年同期仅为1.11亿元。 从管理来看,美地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均为隔离的两倍左右。 三进报显示,前三个季度,美地销售费用243.97亿元,管理费用56.30亿元,而隔离仅为128.96亿元,27.77亿元。 隔离的多元化探索,一山不容二湖。 在空调领域,美地与隔离的较量一直存在。 从市值来看,截至10月31日收盘,美地股价37.04亿元每股,市值2454亿元。 隔离股价38.06亿元每股,市值2289亿元。 空调领域,我是世界老大,他美地算老几,懂明珠的底气来自于,在过去几年间, 隔离占助于空调单品,敬意求精,而美地则是业务多元化的代表。 隔离也想多元化,相比美地的买买买,隔离更多是自己做, 网红董明珠开始想做手机,新能源车甚至造芯片。 但成效甚为,手机卖不出去,新能源车股东不同意,造芯片还没有眉目。 显然,在寻找多元化方向上,隔离还要摸索一段时日,一直未居参观席位的海尔是图宁头赶上。 根据财报显示,青岛海尔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达1381.4亿元, 同比增长12.7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又是1.31亿元, 同比增长9.35%,青岛海尔的全球化正在态势迈进。 2018年,青岛海尔完成了对新西兰肥学、泰克家电资产与业务的收购。 随后海尔又宣布你收购意大利公司Candy SPA100股份。 若收购完成,海尔在欧洲大白店,日常的份额降跃至至五位。 除此之外,2018年10月24日,青岛海尔在中欧国际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B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通过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准入及贯牌交易。 A股加B股的资,促使海尔在全球化步伐中又迈出坚实一步,商场如战场。 在近乎零和游戏的市场竞争中,各家企业需要谨慎走好每一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铁 made